說曹操帶著五千羽林騎兵,日夜趕路 很快就去到前線泳村 當時黃金賊中,成千上萬,衣山結營 人影萬山片野 當時曹操也是第一次見這麼大場面 內心多多少少會有些膽怯 真的很多人 懸陽妙才,你們有沒有後悔跟我來? 我對手一直在震,不過有七成都是因為我很興奮 我十四歲第一次殺人 因為那個人侮辱我老師,我就一刀砍死他 說真的,我一直都沒有後悔 每次見到那些卑鄙小人,我都忍不住好想一刀砍下去 這次拿著牌,可以大開殺界,我求之不得 大哥,這幾年我聽你說 天天就在那裡咪那些兵書,看到我頭溫老將 難得一大打出手,我真的等到頸都長 大哥,我也想請教你,你看看那幫黃金狗賊 伊草結營,犯了兵家大忌 難道他們不怕被人火攻嗎? 阿妙財果然大有進步,果然有溫書 有你兩兄弟在,我的緊張又一掃而空 這個黃金的領軍波財看來都是一介妄夫 我們就在二十里外扎刑,等到時機成熟 大哥,不要掛我多口,我想問一下 那我們就等什麼呢? 我們是否要派人向黃普松大人知會一聲呢? 嗯,沒有這樣的需要 黃普松是大將之才,是有真材實料的 並非浪得虛名 既然林妙財你這個身手都可以看得出用火攻 黃普大人自然亦知其理 所以我們等的就是一陣風 高手之間行招,往往是心領神匯 黃普松也絕對是一代將才 雖然之前因為人數相差太遠而被圍困 但他等的也是一個風勢合適的機會 大哥大哥,今晚風勢急勁,正是搞野之事 好,現在就等黃普松大人出手 下令全軍進入戒備狀態 果然不到一個時辰 黃普松就派人夜襲黃巾 在他們的營宅四處放火 好,火成風勢,一時間一發不可收拾 你老母臭蟹竟然出到硝山 來,快點,一起跟我走 好,他們的營宅起火了 黃普松大人的大軍也殺到 萬德,我們是不是要全軍出擊啊 妙才,不需要這麼心急的 我們這裡看風景幾好啊 大哥,你還有心情看風景? 現在是千載難逢的立功機會啊 哎呀,侯淵,你少安無操 現在火勢這麼大,我們走過去 馬匹都會受驚 萬德叫得我們在等,一定有他的目的啊 說時遲,那時快 一大批嚇破膽的黃巾賊 裙拉褲甲地向曹操的方向跑過來 下侯敦下侯淵 你們兩隊人兩邊包抄 其他人全部跟著我跑 每人最少斬三個人頭來見我 去吧 本就嚇破膽的黃巾軍 看到曹操他們萬馬奔騰殺過來 根本沒有抵抗的餘力 完全是一場大屠殺 那一晚就殺到官兵連手都抬不起 大哥,我真的完全服了你 原來你早已預計了他們的徒生路線 遺障者多少都懂得天文地理 你觀察一下當時他們扎形的地形 加上風向和火勢 要猜到他們向哪邊走,一點都不難 大哥,你叫我看的兵書我都看過了 不過第一次臨陣就可以完全發揮出來 大哥,你真是一個打仗天才 就是這樣,當晚政府軍就斬了黃金賊幾萬個人頭 這個消息一傳回京師 整個朝廷震動如雷 有沒有搞錯,這個死曹操 為何他這麼幸運 所以他,這次真是龍巧反絕 這樣都死不去,反而還立了大功 不行,現在他們這樣士氣如雄 再殺下去一定越領越多功 不可以再被曹操坐大了 一定要想辦法立即叫皇帝召他回來 壽士神疏擺,將外面立功的大將召回去 這些事在史上屢見不鮮 曹操正要大展拳腳之際 就是這樣被人召回去 在另一條戰線 劉備和公宣賺的老師 北中狼將,盧直 本身亦是折折勝利 之後又是受到小人的誣衊入罪 朝廷就派東中狼將董卓頂了他的位 另一方面 被王普松和曹操打敗的黃金魚黨 輾轉之下就退入冤城死守 漸漸聚眾十幾萬人 政府軍打了幾個月都沒辦法攻入 那個濕溝波才 字都不識多隻就學人大兵 怎樣都好,我們這些是龍民軍 又沒有受過正式的軍訓 打夜戰一定輸給他們的 這個冤城物資有豐富 城牆有夠堅厚 這個孫子兵法也有說 故上兵佛謀,其次佛教 其次佛兵,其下攻城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本來攻城就是一個濕溝的行為 很多人幾倍兵力都不要想著攻城 現在我們人多勢眾 他們攻進來根本是天荒夜譚 在古代,攻城本來就是一個自殺的行為 所以如果有士卒可以第一個登上城牆的 就會叫做先登 是軍中極高的榮譽 得到的獎賞自然也是最豐厚的 所以也會有些不怕死的無名小卒 一心想上位去參加這些自殺式的任務 咦?那些傻子又來攻城了 看來他們都是急到九急跳牆 出乎意料的是 今次攻城戰 官兵當中竟然有兩個將領 帶頭衝鋒 冒著漫天似石,衝上雲梯 其中帶頭的一個,頭大紅筋 身手異常橋折 爬到接近城頭,就連盾牌都不要 大渴一聲,縱身一躍,就跳上城牆 當我這死! 這個紅筋男人究竟何方神聖? 城牆上幾十人竟然擋不住 這個在聯軍中先登的男人 身上帶著十頭猛虎的無窮霸氣 說到沒用 竟然被遼東大俠公宣稱讚 都更勝一籌 喂,你今天假的嗎? 這麼久還未上來? 說話之間,第二個男人又登上城牆 這次不算數,我腳上有傷在身 才讓你有機可乘 小估不到,第二個登城的男人 頗有容貌風之 儘管身上有傷 打起來依然是所向披靡 上現到亂世出英雄 曹操元少,劉比公宣讚 個個都文武存在 但小估不到,在黃筋一役當中 真正做到明震天下的 就是眼前這兩個 如猛虎一樣的男人 究竟他們是何方神聖?